一星期已過,又到了離地中環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主持Titus 本星期事情認真多 Donald Trump又惹官非 今次涉及他太外炫耀的性格和喜好收藏的興趣 美國債限已經解決,但共和黨內鬥未結束 還有中港古巴的間諜站 以及烏克蘭大反攻的最新分析 不要浪費時間了,Let's go! ниц部位 例えば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 今天我們第一節的嘉賓是Charles 洛杉磯香港論壇的發言 Charles 你好 你好 Titus 首先一開始我們播了一首生日歌 其實今天是特朗普的77歲生日 他昨天上完庭之後去了Kick Shop 現場的支持者對著他唱生日歌 That's why it's here 當然我們今天當然不只是祝他生日快樂 其實我們大家當然知道 既然昨天他上完庭 我們都要講一下他上庭做什麼 他去到佛羅里達 好像是三點多去到法庭 當天的情況是怎樣 Charles 其實我們早一個星期就知道他會被告 然後就是預約上庭 預約了星期二上庭 我們就大家拭目以待 其實約好了 大家看著車隊這樣來 最初以為他會用地下通道去進去 然後進去到庭的時候他就比較嚴肅了 因為在庭內的庭內只有九個觀眾可以在現場 所以他似乎是因為沒有群眾在 他就靜靜地坐在那裡 走回到車裡 看到這麼多支持者在那裡 又繼續做他的一個政治動作 然後你又看著車隊慢慢離開 而車隊又有保安 又有secret service 在那裡 所以你看到其實製造到那個電視形象 就好像他仍然是一個總統的身份 因為又有車隊又有警察在那裡保護 然後他就上回他的專機 然後那一晚就立刻就在新澤西州 就繼續做他的那個選舉工程 OK 先放下他那個quad key 或者我們先問一下問題 就是他現在這樣做事 就是這樣那個態度 你覺得其實是不是他其實是 就是想 某程度上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他準備 2024年再選總統 就是其實是不是想爭取那個總統提名 就是共和黨的總統提名 是做這些這樣的事情 或者還有沒有其他目的呢 其實 我估計他主要現在最集中的事情 就是希望可以將這個 這個訴訟有這麼長 拖得這麼長 而如果他是贏到總統選舉的話 而又可以重新做到總統的話 我估計他就希望利用這件事情 他可以做兩件事情 第一樣就是如果他真的做到選 是選到總統的時候 這個訴訟基本上是需要暫停的 因為如果他做總統的時候 這些訴訟如果是真的得值的話 他可能真的會影響到他做總統的工作 所以他是希望就是拿到 如果可以選到做總統的話 這個案件就會拖到他做完總統之後 可能到時就是已經是神仙過海 就不會再追究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他或者仍然在想著 就是用總統的特赦權力去特赦自己 那究竟在憲法上面 總統是不是可以特赦自己呢 這件事其實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那所以如果真的要履行 進行這個總統特赦自己 可能是他需要經過 美國的最高法院去決定 究竟總統是不是有這個權力 那我估計這兩樣東西 是他現在最緊要想著的盤算 就是利用總統選舉這件事 將他現在這些所有的 court case 是有這麼長 拖得這麼長 拖到未必可以處理得到 那這個對他來說就是成功的地方 還有其實我想他一般的言論 講到這個deep state 那個製造一個打壓的處境 也都可能某程度上對他選總統有幫助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 是的製造bating 製造全世界對他打壓 製造這個民主黨對他來打壓 那這樣東西對他來說 是有這個吹票的作用的 因為他自己其實都知道自己的基本盤在哪裡 那如果那些基本盤大概有四成 那四成人呢 基本上就是他無論做什麼都會支持他的 所以他最緊要就是不斷地製造這個搶鏡的位置 那令到他是不會在這個傳媒上消失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到到在初選期間 即是下年的一月到到下年的六月這一段時間呢 他只要拿到大概四成的支持率 即是在共和黨裏面 那個共和黨的初選 如果他拿到四成的支持率呢 其實已經是足夠打敗了所有其他的對手 而可以是拿到這個共和黨的提名權的了 我明白 那這樣講到他的court case本身 我們做個recap 我們都不是第一次講這一單case的了 他是被控三十七宗和間諜罪有關的罪名 間諜我們有一個espionage act在美國 那就是三十七項的控罪 包括三十一項是收藏機密文件有關的罪名 裡面涉及二十一份絕密文件和九份機密文件 他們的內容包括例如美國的核武部署 另外一些國家的核攻擊能力 一些外國軍事行動相關的訊息等等 有Country A、Country B 特朗普出完庭那一晚說了一大堆 總之基本上他的意思是很簡單的 你覺得他這一句說話是否正確呢 首先第一件事 首先講講間諜罪這一件事 間諜罪不代表他是間諜 間諜罪其實裡面這個espionage act 裡面是包括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間諜只是其中一部份 他今次那些指控沒有說他是間諜 但是他做了一些就是 對國家安全可能會有影響的東西 例如不適當處理文件 或者是將一些不應該公開給別人看的文件 而是將它的內容 或者直接是將那個文件的實際 公開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是犯了間諜罪的其中一部份 這個要很清楚講 就是現在沒有說他是間諜 他公開演說說他自己是間諜 他認為他覺得他是間諜 他認為別人覺得他是間諜 這個也是製造悲情的一部份 因為他究竟是不是間諜這件事 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評論的 對 其實這次的控罪 其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被控的 他有個泊車仔 一個話里也同時被控的 這個人叫做Wanty Nauter 他是一個美國海軍成員 涉嫌法案之始 就真的是泊車仔 跟著就開始做 Donald Trump的辦公室行政助理 跟著就成為一個個人助理 就被稱為他的body man 那他怎樣應付這些的控罪呢 這位Wanty Nauter 本身是關島人來的 以前是做海軍的 那現在就跟著特朗普 然後特朗普做完總統之後 就繼續跟著他 做他近身示威之類的事情 幫他做的 那其實現在他的情況 就比特朗普惡劣很多的 因為特朗普基本上是有大水喉 還有他可以籌到無限量的資金 那他要請律師等等 其實都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另外這一位朋友就慘很多了 因為我猜他的身水都不會很高的了 那然後究竟特朗普團隊 會不會支持他 就是給他一個律師的支持呢 那我其實現在都不知道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昨天在上庭的時候 特朗普就是有說說他不承認這37項的控罪的 但是另外這一位Nauter 其實是未被提堂的 因為主要的問題就是因為律師是未搞定的 他是暫時未有在佛羅里亞州可以做代表的律師 所以他就未去上庭 他要知道他上庭的時間 將會是兩個星期之後的事 至於他的情況會怎樣呢 我們還是要再等兩個星期才會知道 特朗普會不會承認他在上庭上 是用英文說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但是他做不做數呢 這樣 問題就是因為特朗普在指控上 有說特朗普是指示這個人去做事 所以如果他真的承認他在上庭上庭上 可能特朗普自己也會乃斯上身的 所以我猜就是應該他們的團隊應該有辦法 是可以給他一個律師協助 因為如果他轉了做污點證人的話 其實特朗普是會很嚴重的 OK 其實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整個起訴書 我覺得40頁我沒有看完 但是我就找了幾頁 特別是第34段和第35段 第34段就是一個很長的一段對話 像劇本一樣 老實說我都不讀完 讀完完就真的很長 今天的節目其實頗長 其實很重要的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 他講到 他打算打一個叫country aid 當然那個國家是誰 這樣就已經redact了 然後又說 Isn't it amazing? I have a big pile of paper This thing just come up 然後說得很精彩 然後又說 Isn't that incredible? 但到最後他又說 But it is a secret 如果As President I could have declassified 但他沒有 Isn't that interesting? 其中一個staffer已經覺得有點不妥 Now we have a problem 另外一段 第35段就講到 就是說 這個特朗普 就向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 就是PAC 就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如果我沒有記錯 支持他那些組織 的一個代表 就展示一幅機密地圖 期間他就這樣說 他就叫對方不要走得太近 因為理論上我是不應該向你展示一幅地圖 起訴書原文英文這樣寫 他說 Trump showed the PAC representative a classified map of country B and told the PAC representative that he should not be showing the map to the PAC representative and to not get too close 其實你看到些什麼 由他這些 起訴書裡面這樣寫 這樣形容他 你怎麼看他這些行動呢 其實 我想我給他八個字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我們看到 其實他跟很多富有的人都一樣 喜歡儲物 喜歡儲一些紀念品 喜歡儲一些藝術工具 什麼都好 接著就展示給人看 你看看我有沒有這些東西 我有這個collection 那似乎他就很喜歡儲物 但是儲物這次就惹禍了 因為有些東西真的不能儲物 例如這些這樣的機密文件 基本上總統選出來 你就是做一個行政人員 你是負責管理的國家 當你那個任期完了的時候 那些東西不是屬於你的 是屬於國家的 那所有東西其實應該要還給國家 國家檔案管處理 他有提出了幾樣東西 就是例如彭斯的物件 和拜登做副總統的時候的文件 和他做參議員的時候的文件 那時候我以前都說過了 就是其實政府就不是說你不小心處理文件的時候 就會出事的 因為如果他發現了 你馬上報告給國家知道 然後國家跟你看清楚 把東西拿回來了 那司法部是不會告你的 因為這個就是你有時候會有不小心 但是他發現了的時候 這個不是你的 就是你可能是無心之失 就是不是故意去扣留這些文件的話 那司法部就拿回這些文件就算了 那這個就是彭斯和拜登的問題 那另外拜登呢 他又說拜登有1850箱的文件 就是自己扣留了 那其實這件事情也是不盡不實的 因為那1850箱的文件 就是屬於拜登做參議員時候 所遺留的物件 那在美國的國家的法律上面 就沒有規限到說這些非機密 在做參議員的時候 非機密的文件是有任何需要處理的方法 而拜登其實把那1850箱的文件 全數是捐了給University of Delaware 而University of Delaware 其實也沒有公開這些文件 因為拜登捐的時候 條件就是說明他要在離開 所有公職之後兩年那個大學 才可以將這些文件公諸於世的 所以其實現在仍然是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如果美國司法部是要看那些文件 他們其實是有權向這個 特朗普這個大學去看的 但是在特朗普這裏 其實你看到這個案子 司法部寫得很清楚就是說 特朗普是明知故法 他知道這些東西是不可以給人看的 他自己都說不應該給人看 他也都明知道這些文件是classified了 而他離任之後其實他是不可以保留的 但是他仍然周圍這樣說他有權保留 所以這件事就變成是一個故意的犯罪 所以為什麼司法部呢 現在就要向他入手 因為我都記得拜登當時說 有些文件留在他的家中 總統觀地什麼樣子的時候 他是叫聯邦調查局的人員 直接到他的家裡找到的 直接撿走的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 其實現在那個總統的檔案管理 這件事的法例 其實就是在奧巴馬時代 由於發現就是原來之前一直都沒有很小心地說 說總統文件應該怎樣處理 而當時是由奧巴馬白宮裡面一個手下 是負責寫了一個executive order 就是講明這些機密文件 是要怎樣去適當處理 寫得非常之清楚 以及怎樣去declassify一個document 有些什麼時候是可以把它解密等等的東西 那個就是一個executive order 這個executive order在奧巴馬來任之後 到特朗普上台的時候 是並沒有消除這個executive order 而這個executive order繼續沿用 所以基本上就是特朗普也要跟著這個程序去處理 這次中招其實主要都是因為特朗普 其實應該是要跟足之前這個行政命令去處理這些文件 而他也是很清楚這些程序 但是他是沒有跟隨的 嗯 我明白 最後我們都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當然就是他贏面有多少 這一場case的話 因為我看到不少分析文章說他贏面不高 但實際上贏面有多大呢 他可不可以無罪開脫之類的呢 這個我不是法律專家 我也不知道跟著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似乎現在因為這個case 其實已經是經過大陪審團 看到那個表面證供 就認為應該是需要告的 所以現在基本上就是進入這個司法程序 那究竟之後會怎樣 還有就是能不能入罪這件事呢 就要真是看看跟著這個時代發展 但是我所說的就是好像一開始這樣說 就是說其實我猜特朗普都知道自己呢 這一件事是嚴重的了 就是他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 洗錢可以洗得了 或者反過來告聯邦政府等等 那些手段去解脫這個控罪 那我猜他想著可以解脫控罪的方法呢 就是贏到下一屆總統選舉 那所以我猜大家呢 與其是看一下究竟這件案件 究竟判不判到或者判到些什麼結果 就不如看一下究竟總統大選 他有沒有機會贏 他贏不贏到共和黨初選 和贏不贏到總統大選 他贏到的話呢 這些case可能真的會消聲匿跡 還有他經常都說他自己會入獄四百年 如果被判任務做的話 有沒有很誇張 未必的 可能判社會服務令叫他掃街也不一定的 這件事很難說的 但是in any case就是這樣 如果他贏到總統選舉 這些case會完結的原因 不是因為這些case是政治炒作 而是因為他做了總統的話 這些這樣的訴訟 不可以得以繼續 那就要拖至少四年 又或者他用一個行政命令 將他自己 pardon 在這些位置就變成了一個不穩定因素 但是總統選舉呢 現在就正正式式 跟特朗普這幾宗這樣的訴訟掛勾了 是 其實我們知道四月就付錢Stormy Daniels 這幾天就是那些間諜法裏面的控罪 即是那些機密文件 其實還有一宗更大的 當然我們到時他真的再上庭的時候 我們會詳細分析 但是可不可以幫我們recap一下 稍為簡單 第三個好像是 喬治亞洲 之前還有一宗 但是前幾個星期還有一宗的 就是紐約州的性侵案 紐約州的性侵案 基本上是判了他誹謗成立 那他就要付錢的 但是判了他之後 第二天他就在其中一個電視台 做這個forum的時候 又繼續在這裏說 又在這裏繼續deny 又繼續說告他那個人不是 那我想那天其實很多人看著電視 就一直聽著這個收銀機的錢聲 就說你已經判了你 你再這樣說 於是又要再罰錢 那其實他現在如果他還沒付錢的話 其實也蠻麻煩的 因為判了之後 十天內他是應該要付錢 如果不付錢是每天有一個利息加上去的 那個利息是你回答你也蠻麻煩的 那我不知道那個情況現在去到哪個位 那好了那你剛才再問說 之後還有一宗的話 那一宗就是喬治亞洲選舉這個問題 那這個呢 大家都聽過這個電話錄音的 他就是打一個電話 去給這個喬治亞洲的這個 這個 叫他說你給我找12000票回來 讓我贏了這個喬治亞洲選舉 那這個呢 其實是可以說是造成這個選舉舞弊的 直接是用行政手段去涉嫌製造這個選舉舞弊 所以這件事情呢 其實那個調查也是取得七七八八 也都是已經做了大盤審團的了 那究竟最後的結果會怎樣呢 現在似乎特朗普的團隊就是認為 他們這件事都應該是會中招 是會入罪的 那現在他們也在準備著 但是至於這個控訴何時會出爐呢 我們就暫時未知 那預計應該是夏季七月或者八月的時候會出爐 OK 但是好像說司法部是會加快這個程序 尤其是這個文件那個問題 他會加快審議是不是會呢 會不會呢 我想他們都希望盡快可以在大選之前 可以了結得到 但是美國的司法程序就是 有很多位是可以走來走去的 那我都看到這次美國司法部 其實是放棄了在DC的訴訟 在華盛頓特區做這個訴訟 而是把這個案件放在佛羅里達州做 主要其實是因為現在在高等法院 是有另外一個cord case 是在等這個結果的 那個cord case就是說 如果你是做trial的那個地方 跟你犯案的地方是沒有直接的關係的話 你出來的那個結果 是不是可以得以承認呢 那如果是發現不合理的話 他是不是需要在原本犯罪的那個地方 是再做第二次審訊呢 還是因為這個技術上的錯誤呢 而那個被告人就是可以得以鐵罪 所以這件事情可能司法部也發現了 就是可能會有一個危機 所以就決定將這個case 就是放在犯罪的那個位置 就是在佛羅里達州 那希望就是特朗普 就不會用這個東西來拖延審訊 或者將這個審訊推倒的 那但是至於還有沒有 這些這些這樣的技術上面的挑戰呢 那會不會因為用這些不同的手段 去將這個case一直拖 那這件事情我們也不知道的 因為每一次每一個challenge 就可以分分鐘拖幾個月 那你拖了幾次的話 就可能會去到總統大選後期的時間 就是下一年2024年9月至11月這個時間 那基本上是完全是做不到任何的審訊的 那所以我猜司法部就希望快手 但是特朗普團隊呢 極有可能用盡頭不同的手段 就是拖到他一個審訊不到的時間 我明白 好 那特朗普的情況就來到這裏 慶賀完他的生日 這樣我們都要講講共和黨內部的一些situation 話說呢 我們大家都上兩個禮拜 Charles也上了來 講了個債限談判的情況 那現在債限的協議達成了 拜登就簽了一字 但是好像說有些蘇州史未解決 例如就是什麼呢 上個星期五 重點就是6月6號 其實是簽署了這個債限協議法令之後的兩天左右 11名共和黨演員就跟隨這個民主黨 就否決了兩條共和黨 坐定粒6一定會通過的保護煤氣爐法案 抗議Kevin McCarvey 和總統拜登達成的債限協議 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 這件事就比較奇怪 因為說真的 保護煤氣爐這件事就是很小事 其實什麼保護煤氣爐呢 就是因為現在很多地方用的煤氣爐 其實它排出的廢氣就是會對小朋友有傷害的 其實加州一直都在做這些事的了 就是希望將那些煤氣爐稍微修改一下 那修改當然會貴一些 總而言之令到排出的氣體 就會對那個小朋友造成一個永久的傷害 其實就是這麼多的 但是那個規定就令到當然業界非常之不滿 因為你又要我製造一些新的煤氣爐 於是就叫一些議員製造一個提案 就是你不要製造那麼多東西 那當然國和黨那邊就會說 你這樣的法例就令到全世界都不會再有煤氣爐的了 所以我就要保護煤氣爐 這樣就是這樣的法案 那這些雞毛算皮的法案 基本上都是為了業界推出來 就是做個樣子看 那如果通過了就大家很開心 可能拿回選票 那這次就 我想主要就是因為那個所謂的 Freedom Caucus 就是港王黨那邊的 Freedom Caucus 其實就是對上一次這個債限談判達成的協議 就是非常之不滿 因為它覺得就是那裏面的條文 對民主黨實在是太過有欣慰了 就是對民主黨對拜登也都沒有進行任何制褶 那其實對拜登來說 拜登其實就是覺得非常之開心的 因為有些事情它根本上都要做的了 那你不給你了算數 那這次就 於是它就在跟著這個這樣的議案上 就在那裏倒閉 那其實我也覺得好像有些小孩子鬥氣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們這樣推倒這件事 反而就可能會令到做生意這一邊的業界 但是就會說其實共和黨都不信德國的 就是我依賴它都不行的 那其實就是等於跟自己倒米 那共和黨那個 Freedom Caucus 當然他們其實最想做的就是推倒麥卡錫 就找另外一個人做議長的 但是似乎他們應該是會夠票贏 就是它就算是可以做一個投票 就是推倒麥卡錫的話 跟著推倒了之後選出來都可能會是麥卡錫 或者如果有一筆信等著法叔投票那些 分分鐘就刻意說了一下 Kim Jeffery出來 就變成了共和黨做這個議長 所以我猜就是他們就不敢這樣玩 於是就跟自己倒米 基本上警告一下麥卡錫 就是很少東西的老實說 這個法案好像聽起來好像很silly 過不過其實都沒有太大分別 基本上可能是葉劍某些人 跟著就會說我投你票 不過好像說其實對於麥卡錫來說 還有一個大限就是9月30號 那如果那系列法案 如果共和黨又幫它倒米的話 其實都幾嚴重的 是啊 因為其實美國每一年 都要通過大約12條的 Propositions Bill 這些就是在各個範疇 對美國政府的撥款 要得以延續的 而那些標有很多是很重要的 因為是相關美國國家裏面的各個行業 有一些例如有一個所謂farm bill 這個farm bill其實就是 所有和農業有關的東西 和和食物圈的東西都是有關的 包羅萬有所有農業的補貼等等的東西都在 如果過不了的話 對農業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 又或者例如另外一個就是 聯邦航空管理局的授權法案 這個就是上一次是2018年通過 就是續四年 剛好就來到這裏了 那就續五年了 剛好就來到這裏就要再續了 所以這些如果不續的話 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它會涉及例如航空業和美國航空管理局等等 那些改善機場或者是雷達等等的東西 或者是和乘客保障有關的東西 那些東西其實全部都是要再次通過的 那就是沒有計算了 上一次通過的時候預計到現在我們可以做到 要是就是2018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共和黨執政這個眾議院 那時候他們也知道下一屆選舉 就是2019、2020年共和黨是會輸的 就是他們應該是會輸議席 那就會被民主黨執政這個眾議院 那於是他們一次過就通過了 五年就去到2023年 那想著他們的盤算就是2023年他們可以掌權的 但是就想不到2023年是他們是掌權到這個眾議院 但是就輸了參議院和白宮也都不是他們 而再者就是他們在眾議院那個優勢 其實是非常之小的 那也都想不到原來自己的團隊是會這樣玩東西 那所以沒有辦法去到這個位置 他們一定要續這些這樣的法案的時候 他們都要強行死下去的了 那如果是這個freedom caucus繼續玩東西的話 那我也都不排除就會和這個債限談判的情況一樣 就是最後就是需要是和民主黨合作 而做一個較為溫和的法案而得以通過 那其實對於美國民眾來說 其實這個是他們最想看到的東西 就是兩黨合作走出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法案 而不是一個就是政黨一面倒的法案 那這一件事其實你看到在美國選舉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做同一件事 就是他們可能會總統投一個黨 然後在國會又投另外一個黨 就是希望利用這樣做一個兩黨制衡 所以如果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其實都一定是壞事 那對於freedom caucus來說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都不著數 你這樣什麼都玩對抗的話 其實到最後所有的議案都不會理你的 其實會不會呢 那他們就盡量爭取 他們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要求 他只要進入到一件事 他都可以跟你說成功爭取 那這些我們在香港都見得多了成功爭取 哈哈哈哈 這些會立即出橫額 是的 他們想要的東西 他們可能可以進入到一兩件事 那或者他們都滿意 我們不知道 那這件事我們就繼續拭目以待 那當然其實除了這個債限的情況 我們都會繼續跟進 我想可能9月30日我們可能要做一次 第三個我們當然也要離開美國 話說這個華爾街日報 星期四的時候 上個星期四 就做了一個報道 感覺有點像1963年古巴危機 不過不會變世界末日 因爲放置打倒美國的導彈 現在就是中國和古巴達成協議 中國會在古巴設立間諜站 用電子儀器 監聽鄰近美國的情報 中國還要為了有這個間諜站 向古巴提供數十億美元 不知多少十億的無償援助 聽說已經達成原則性協議 你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怎樣 第一件事 我覺得可能 瑋爾街日報 這次就有些小題大做 我開始看到那個標題 我也覺得嚇了一跳 但是後來想想 其實有些標題黨的意味 其實在1963年的時候 然後這個古巴導彈危機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和之後 那時候當時的蘇聯 其實一直都是在古巴那裡 有監聽美國的情報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 古巴始終是一個自主的國家 他喜歡被哪一個人 在他那裡放些什麼 這個是他自己的決定 這件事美國也不可以控制 只不過導彈實在太離譜了 就是有些危險 所以那時候就化解了導彈危機 但是其實蘇聯之後那幾十年 一直都是在古巴監聽的 好了 然後到最近了 其實在奧巴馬時代 古巴和美國的關係 其實是有好轉的 因為奧巴馬總統是給了 即是給美國人 可以有多些機會去古巴旅遊 順便就是帶動了古巴的經濟 還有當時已經不是由菲德爾卡斯諾去主政了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慢慢緩和了 但是在特朗普的時代的時候 他就將奧巴馬時代的政策 是調回頭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為了報答 當時是令到他勝出的佛羅里達州的 古巴裔選民 他就將那個政策是180度這樣改變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也都令到美國和古巴的關係大倒退 在古巴需要淺的時候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被中國看到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成虛而入 中國就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根據這個美國情報說 就是2019年的時候 中國政府其實已經在古巴 慢慢成立一個情報中心去監聽的了 所以其實就是美國的情報 其實一早就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也看到就是華猶出了這個報告之後兩天 美國政府就出來澄清就說 其實美國政府一直都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這件事情也都不是現在才發生 也都我們看到就是美國政府 在它的情報那方面 就是認為他們既然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不用養出來 因為如果養出來反而令到中國政府 可能更加防範 或者是會將它在古巴那個活動 做得更為隱蔽 反而就是如果假裝不知道的時候 中國政府冷漏會大無私樣地養出來 而是令到美國政府對於中國政府 在古巴的監控就會比較容易做 所以這個其實是對美國情報方面 可能是有些不滿 就是對華猶這件事情 其實華猶其實在賭米 是的 是的 至於這個情報監控這件事情 其實美國在中國也有做 美國在南韓都有監控 或者在中國周邊的地方 都有設置一些 都可能會設置一些秘密的地方去做監控 中國在美國的邊境外面去做監控 這件事情是不友善 但是也無可奈何的 因為其實是一個禮想往來的情況 那我就覺得就是 不要說沒事的 你盡量在佛羅里達州 不要做這麼多 一些和國防有關的事情 讓中國不可以這麼容易監聽得到 那你要去遠一點做 那就算了 還是其實可能佛羅里達州 故意做些事情給中國看呢 那蘇德中國以為美國在做某些事情 然後就給它一個錯誤的 是呀絕對可以 是呀 但是我覺得最危險的 其實現在的情況當然就是 迪桑特斯也是佛羅里達州來的 而特朗普的operations 又是在這個海湖莊園 又是在很近古巴的地方進行 所以我猜對中國來說 這個當然是天大的好事 因為共和黨所有的搞作 其實它都可以在百多二百里內 都已經是聽得到 這個是現在這個政治議質 對中國有一個好處 當然其實 故意給中國聽一些情報 就好像我們下一節說 烏克蘭的時候的情況一樣 烏克蘭就故意不出聲 但是其實就扔很多假的東西出來 或者做一些假的進攻之類 其實我想間諜的方式 其實無論我們在說 俄烏戰爭還是美國和中國的決戰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我想都不會有 我想其實可能 我想網上有很多人對這件事 可能是有少少過敏了 可能都不頂的老實講句 主要原因都是因為 中共和美國的交戶 現在越來越白熱化 而且越來越罰上臉 令到所有人一聽到中國 就馬上裝了鋼 其實有些事情一直都一直發生著 只不過是現在才放上桌子 現在大家才突然覺得 好像曬有介事一樣 但是這些事情一直都存在 而且當時中國監控 它在古巴當時 它監視得多少 但是在美國也有大量間諜 它可能潛伏在不同的院校 可能潛伏在很多不同的高科技公司那裡 只不過是沒有掛出來而已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要監控 還有要偷取任何的機密資料的話 其實中國還有大量的可行的地方 這個當然美國政府 在中國也可能有同樣的做法 我們不清楚 但是這件事 美國應付得到其實這件事會不會是 美國應付得到的 你講到好像 知道的 我們不是做情報的人 不知道情報局裏面 究竟知道多少事情 和他們監控了多少事情 和他們會不會有些是 他們知道的人 但是也暫時不會抓住 因為想看他去到多盡 我們真的不知道 這些都可能是一些控制的情況 對 好 第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剛才也說了 第二節我們由美國跳去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近來是大反攻 下一節我們請一個軍事方面的我好者 跟我們分析一下 現在烏軍的走向 以及有哪些攻勢其實是假的 或者有哪些是真的 究竟是想給俄軍一些什麼的想法 令到俄軍可能猜錯之類 這些各種的中華配合 我們下一節回來 和大家再談過 以及我們一起去烏克蘭 我們一起去烏克蘭 我們一起去烏克蘭 那些人 都會有關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